她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士人 怎想竟在无意间邂逅了大唐战神 可原本荣华富贵竞佳于身的她 却赢一招金殿无辜沦为了罪臣之后 父亲病逝 母亲一蹶不振 而她为了查清父亲的死亡真相 以及解决生计 便自愿堕入越籍成为了一名教方越籍 一边周旋于各色的权贵之宗 一边查清父亲真实的死因 听闻这日新上任的 围结杜氏宴请关云 因此才明远扬的她 也被拉了过来硬邀作陪 只见教方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看着身后的她 薛涛 你怎么老是走神 可听清楚我刚才的话了吗 要是在新上任的围结杜氏面前 说错一个字 神仙也难救 可她却还低着头念念有词 好在她乖巧懂事的好友提她应付 不然她回头肯定又得挨一顿训 可当教方使看到好友帮她抱着的琵琶时 又忍不住对她吼了起来 薛涛 你怎么又让别人帮你拿琵琶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当初那名门望族的小名字 终于薛涛回过了神来 讨好事的跟教方使点了点 可教方使却还继续说着 你啊你 今夜的宴席何等终于 大家都为此夜以继日的练习舞蹈 你呢 你有何准备 薛涛一个激烈 戳了戳自己的脑瓜瓜古灵精怪的味道 我妈 出口成章下笔成文 一切玄机静在其中 突然她背后传来了扑斥一声 原来是个路过的男子 忍不住对她刚才的那番话笑出了声 只是这男子她看着好生眼熟 好像是她来蜀地途中遇到的那位狼军 原来在三年前 她父亲阴言被贬折蜀地 她和她母亲也因此被押往蜀地 那时的队伍中就有这么一位狼军 与压介的军官谈笑风生 他们娘俩则总遭到军官殴打 每天缺一段时还得不停赶路 于是她便深夜跑到了池塘边来扑索 难过现在这世道可真是欺人太甚 明明父亲是为了保护百姓阴言获罪的 但她和母亲现在却被父亲曾经的同僚欺负 随即她便捡起了身旁一块锋利的石头 决定若那军官在欺负他们母女 即使拼了这条命 她也要杀了这恶人 可下一秒却有一个声音在附近响起 小女郎 快一恩仇自恃痛快 但若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 可就不活算了 你们一家辛苦跋涉 难道就是为了这样潦草地死去吗 薛涛鄙夷地看着这个男子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灯托子 于是他便愤愤地对妻反驳道 哎 你白日与那些恶人称兄道弟 如今就跑到这来说风凉话了 男子听后浅笑 小女郎 再大的恶人也不是没有弱点 你不是精通阴律吗 不妨许之以利 一只山歌几缕相仇 或许比那黄金万两更能解忧 薛涛冷吼一声 呵呵 你说的倒是清巧 若要你也穿着彩衣鱼乐他人 你也觉得无所谓吗 这时男子转过身好似要走 只最后给他留下了一句话 小女郎 活下去了你才能迎来转机 说今日只是一时之辱 若是成了无辜亡魂就不划算了 虽然此刻的薛涛尚未开悟 却觉得这男子说的有些道理 于是当晚他便抱着琵琶来到了军官附近 一曲琵琶勾起了军官们的乡愁 军官们都对他的财情连连称赞 因此他和母亲还得到了军官们的特别优待 让他们明日开始就坐到运粮的大车上 再也不用徒步赶路 突然 教方使的声音让他回过了神来 原来是马上就要入戏了 听闻这个为节度使可是掌握着属地的大人物 所以这次的宴请对他来说也十分重要 他想要争取到这位节度使的青睐 兴许能求得帮助查清他父亲的死因 可才刚到包房门底 就看到一辟子满身狼狈地被人脱了住 听闻是又抓到了一个戏组 为节度使对戏作的手段向来残忍 而这次的宴席他唱得格外慢用 好友也将自己最好的舞蹈拔了住 他感到好友今日格外激气 甚至把原定的注词都给换了 场上的官员们见了好友的舞姿后 大多都把持不住 甚至有官员都已经走了上来给好友敬酒 好友有些无措 他便走了上来替好友解围 可他的这番操作 却让这群醉酒官员们的注意力 都转而集中到了他身上 官员们都开始轻飘地问起了他的雅号 听到他说藏无雅号 便都纷纷给他娶了起来 有叫他桃花夫人的 说他长得漂亮艳若桃脸 也有给他娶薛昭容的 效仿书画一决的上官昭容 更有给他娶文姬的 反正都没个新花样 可这时竟有一个男生突然传出 说取教书最为合适 薛涛文生看了过去 连内竟走出来了个俊朗的男子 官员们都称其为维杰度士 而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他三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故人 以及刚刚在廊下遇见的那位男子 就是这位新上任的维杰度士 见他这一脸认真一不开眼的英语 一旁的官员便忍不住调笑起了他 好友赶紧摇了摇他换他回神 可他却一个不小心掉落了张小指 要命的是这张纸条竟被维杰度士捡了钱 纸条上写着 白霜 延周 四个字 是他调查父亲死因时的线索 但旁人可不知 只见维杰度士冷猛地看下来 要他现在解释清楚 这纸条上的东西是何意 若不能解释清楚 就要把它当作细作论处 他本是高门闺女 却因一招经电自愿堕入月籍 成了一名月籍 此刻他还被新上任的维杰度士 冤枉成了细细 若他不能解释清 从他身上掉落的纸条上写的 白霜 延程 这四个字便会被斩立局 其实这四字是他暗中 调查父亲死因时所搜集到的线索 但旁人可不知 于是他只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编了的理由 说这四字是自己练习写诗的韵脚 白霜的霜 压的是江南韵 维杰度士听后冷笑 虽然这解释得通 却还是没有对他放松戒备 早就听闻他财情过人 事情更是不俗 于是维杰度士便考验 他让他用这纸条上的江南韵服饰 也正好可以看看他到底是女教书还是女戏组 恰巧他正有此意 很快笔墨便给他端了上来 好友还在一旁担心他真的没问题吗 这位维杰度士处理戏作的手段可是极为残忍 他提笔让好友放心 只要能澄清就证明自己还是好 况且有这样一个展露才华的机会 也算在这群大人物面前露脸 紧接着 他便在纸上写下了一首《夜无善论》 维杰度士看后连连称赞 此诗写得真是极好 只是这江南韵是有了 纸条上的延周又做何解释呢 薛涛赶紧回答 称延周所处之地乃楚国史封闭 是诗中的典故 维杰度士听后眼眸沉了沉 看薛涛这滴水不漏的样子 怕是有备而来 随后他便当众对薛涛夸散 称其才情果然名副其实 薛涛笑了笑 得意今日也算是给维杰度士留下了个好运气 看来黎帮父亲翻案又进了一步 突然间 维杰度士竟凑了上来端向起了好友的耳式 好友称之是孔雀灵 以此祈求得到孔雀明王庇佑的 不过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维杰度士怎么会注意到一个小娘子带的什么耳式呢 难道说维杰度士也怀疑好友是戏总 随后 他又见维杰度士向好友发出了邀请 称有几个问题想要单独问好友 更意外的是他好友竟还直接答应 这令他更加纳闷了 明明好友平日里比他谨慎百倍 今日怎地总这样貌似急责 于是他便故意拉住好友称 马上就到孝敬时间了 若是不再快点赶回教坊 怕是要受罚了 谁料好友竟推开了他一心醒了根据 只给他留下了一句身不由己 而他看着好友跟维杰度士离开的背影 心中总觉得十分不安 于是他便一直坐在门口等着 可都快两个钟过去了 好友居然还没有出来 突然他听到两个洒扫脖子在一旁一人 听说了吗 今天那个当红武技被杀了 怎么回事 那武技不是刚被杰度士大人叫走 难道说 闭嘴 岂能胡乱猜测 薛涛一正 赶紧回头望去 澳门贵女竟堕入越级成了一名叫风越级 好在有知心好友与他相互扶持才走到了如今 谁料好友今日竟莫名被杀 尸体还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宾客们都在感叹好友的可怜 刚跟着维杰度士走后就没了命 他看到后则像发了风似的要扑上去 谁料远处竟飞来了一根丝线将他捆在原地 原来是维杰度士和其护卫正守在一旁 维杰度士还瞪了他一眼冷冷的警告道 县位还未做勘察 不可乱动 他则流着泪求杰度士大人体恤 能否先帮好友遮挡尼尔 平日里好友最是端庄熟了 即便今日被害 也望大人能允许自己为好友保全最后的体 维杰度士听后想了想 随即便对身后的护卫招了招手 护卫立马会议 立刻就撑起了一把黑散挡在了好友尸体跟前 路过的那阵风掀起了杰度士的披风 他明确地看到维杰度士的衣板上游戏 难道是好友的吗 这么说 人难道就是维杰度士杀的吗 想罢 他便扑了上来扯着维杰度士的衣领质纹 是不是你 是不是 可下一秒他的手就被护卫捆了起 还被护卫训斥到无人 他被逼得感怒不该 看着面前维杰度士这高傲且冷漠的猫 他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面前这人毕竟是杰度士大人 而他只是一介小小歌迹 不应该这么鲁梦 要冷静下来 跟捆着他的丝线被收回后 他便跟维杰度士道歉 说是自己刚才冒犯了 望大人误怪 但他还是忍不住想开口问一句 敢问大人为何把好友叫走后 好友就被残杀了 而大人又为何会深忍血迹 还以披风遮挡 维杰度士听后突然朝他伸出手 抬起了他的下额 随即便开口问他难道是在认为自己杀了人吗 他忍不住落泪 明显是默认了 维杰度士看后冷笑 下一秒便放开了他 可紧接着又对护卫命令道 传令下去 宵禁的时间从害事提至虚实 为期半月 而等军速速回避 免得为令受罚 至于这个小哥几 给我留在府内不得外出 薛涛不服了 问为何要将自己留下来 又不是自己杀的人 自己刚才一直在前厅不曾走开 宴席上的宾客均可作证 就算是杰度士大人 也不能随随便便将人收监吧 唯杰度士听后冷笑 称自己可没说他杀了人 只是他好友先前在后院遇要行刺 坊间又揭穿他俩交好 为了查清此事 当然要先收押他 可他听后却认为这绝对不容易 因为好友向来最是心愿 平日里甚至连蚂蚁都不忍伤害 怎么可能会去行刺呢 而维杰度士见他这般笃定好友的亲爱 便承诺在查清他好友 并无刺杀朝廷命官之前后 自会放他离去的 一向重情重义的女孩 怎么也没想到 有天居然会亲眼目睹 自己最好的朋友死在跟前 而这位新上任的维杰度士 不仅不帮他的好友洗清冤屈 反而还冤枉他也是刺客将他带走了 可奇怪的是 若维杰度士怀疑他和好友都是刺客 那严刑拷打他便是 他肯定老老实实事无巨细 甚至把三年前吃了啥都给招出来 但却不知为何一直将他软禁于府上 而且还对他以礼相待 难不成 维杰度士是对他有好感吗 呸呸呸 登徒子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好友死亡的真相 看来得想个办法再去现场看看 这时门外竟有人过来传话 说维杰度士现在召见他过去 这更加印证了他的猜想 毕竟这都快半夜了 还叫他过去 果然是个登途浪子 不过这样也好 他正好可以过去调查一下好友案子的情绪 与此同时另一边 维杰度士的护卫也觉得十分奇怪 问杰度士大人为何要对那薛涛如此客气 要是怀疑薛涛与刺杀有关 直接收监审问不就好了吗 维杰度士则摇了摇头说不可 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位薛娘子 薛娘子虽是悦记 但这些年却在蜀地经营了不少人脉 甚至在很多地头蛇面前都能说得上 而且其财命远 可很多财子都有书姓王 若不带薛娘子好 怕是要被天下文人骂死 故为这才恍然大悟 问大人把薛娘子留在府中 其实是为了保护薛娘子 维杰度士点了点 毕竟这个薛娘子很有可能是 打破现实局面最好的一枚妻子 因为从他踏上蜀地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有无数人盯上了 而这连环击的第一环 就是那薛娘子的好友 因为南照 吴伯两伯人多信佛 而孔雀明王在南照伯人心中地位最是尊重 信众都会佩戴孔雀事物来表达自己的前程 好巧不巧今日那位薛娘子的好友 在县武时所佩戴的就是孔雀灵二世 甚至连歌舞结束后的注词都与孔雀明王有关 简直就是一个明晃晃地针对他的诱饵 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敢伤害的娇肉美女 如今竟提着刀在房间里嘎嘎乱杀 而且平常最是注重明节的他 此后尸体不仅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还引得众人为官 原来他是个细作 在教方司作为舞女之念隐藏了多年 现如今新节度使上任 终于轮到他出手的时候 他故意穿戴孔雀事物在宴会上引起维杰度使的注意 果然维杰度使一眼就关注到了他 将他单独召见到了书房 随后便问他到底想做什么 为了争取到更好的刺杀机会 他巧言让维杰度使的护卫都先回避 维杰度使答应了他 现在房内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 他故意缓步向维杰度使靠近 下一秒便从腰间掏出一把锋利的暗器 吐了声 滥杀无辜的狗关 拿命来 维杰度使侧身脱审 导致他这一击直接打空 他有些着急 因为他现在必须尽快解决掉维杰度使 若是错过了宵禁时间再回到教方司 他肯定会被罚 可在接下来的数次交手中 维杰度使竟每次都能恰到好处的避开他的攻击 看来只能用安排好的第二个镜 他倒要看看这个维杰度使接下来如何脱身 只见他又一次向维杰度使扑了声 维杰度使下意识提见抵挡 但这次他却不是拿着暗器来刺杀 而是一个头直接撞了声 锋利的剑刃割开了他的咽喉 鲜血洒了一地 连同维杰度使的脸和衣角上都已 执念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惨死在了维杰度使面前 本以为危机到这也算是几次 没想到下一秒门外竟有人传来消息 说前院的宾客在宴会上看到了执念 尸体还从天而降了 这消息不仅让先前在这看到过执念的护卫们都很惊艳 连维杰度使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再来到前院后 他也的确目睹到了执念的尸体 为了更好地查清此事 他还留下了现场的一个小娘子 也是执念的好友 薛涛 夜晚他和护卫在书房议论 今日所出现的两个执念究竟有何疑点 虽然在同一时间设计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分别出现在不同场所的手段并不出奇 很多法子都可以做到 但奇怪的是 当维杰度使在前院安排好一切回到书房后 刺杀失败后自杀的那个执念的尸首居然不见了 而且当时他们明明没有惊动任何看守 但这般安排 不动用大批人力根本无法做的 看来他这维护早就已经被各方势力穿插成筛子 而这时 他先前吩咐带来的薛涛已经到了 只见薛涛一身校服满眼冷漠地看着他开口 不知道杰度使大人叫我来 想做什么 他深夜披麻带笑 目的竟是为了防止杰度使对他图谋不古 纵使对方人品在场 若像杰度使这样的高官深夜对一个身穿校服的女子顾 恐怕难免会落人口舌 可维杰度使在看到这样的他后 静一下子就拆穿了他的小心思 你怕不是担心本将军对你图谋不古才穿成这样的 只是我若真想对你做什么 就你这身打扮 难道真以为能挡住我吗 薛涛愣了愣 这话好像也有道理 但他身正不怕影子鞋 可下一秒维杰度使便跟他澄清了 放心吧 维某对你并没有轻薄的意思 薛涛听后轻输了口气 不过也让他更奇怪 如若维杰度使对他没有那般心思 那刚才故意靠他那么近视作甚 难道是想戏弄他吗 突然维杰度使话锋一转 话题一下次就严肃了起来 薛娘子 你好像还并没有洗清你是戏作的嫌疑 唯某可不想当那糊里糊涂的风流 薛涛听后机智应对 既然大人还觉得我是戏作 不如给我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嗯哼 薛娘子可有什么计划 不如就让我来查我好友执念的案子 就这样 大半夜的薛涛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去到 执念尸体掉落的现场查探了起 不过他心里仍有不少疑问 奇怪围杰度使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好说话 一下子就答应让他来查执念的案子 这其中该不会有诈吧 而且这带路的侍卫似乎也太胆想 抖得都快死了家 这位大哥 你不如把灯笼给我 我自己一个人进去也可以 薛娘子 你太磕道了 叫我王二就过一次啊 王二 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本地人 对的 我本来就是属地的 硬是没有想斗又跟着大人回到了家乡 但我这人是个没妥妥 才回家没几天 就遇见闹罗刹呢 心里还有些发毛毛撒 薛涛听后奇怪 他还是头一次听到闹罗刹这个词 结果下一命 面前的房间里就突然传出了一阵诡异的嘎吱声 王二抖得更厉害 但还是壮起胆子推开了面前的门 而门一开 居然就看到执念的头悬在半空中飘了出来 嘴里还不停叨叨着 为大人害我 杀人者 不得好死 薛涛疯狂呼唤好友的名字 执念 真的是凝横 可还没等他触到执念的脸 身后竟飞来了一根箭矢将执念的头给射穿了 他回头一跑 此人竟是维杰度使 王二把灯笼丢了出去点燃了人头 借助火光看清了这人头的构造后 王二便忍不住嘴 可老子的 原来不是罗刹作怪 薛涛则愣在原地那闷 这执念的尸体居然是假的 那真的执念到底去哪里呢 突然间 维杰度使又冲了上来握住了他的手大叫了声响心 随即便将他覆在怀里 下一秒 那人头便爆开了 小月季竟成了个打工人 黑心老板则是杰度使 老板让员工深夜加班 自己则回去睡大觉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轮色 原来刚刚 月季薛涛从维杰度使这边揽下了个查案 要他查清好友执念的真正死因 谁料查案途中 执念的人头竟在他面前爆炸 好在维杰度使及时赶到将他覆在了怀里 才让他这个小娇娘不至于被炸伤 爆炸过后他迅速推开了维杰度使 不料维杰度使突然牵起了他的手 嗅了嗅开口道 好香艳的味道 薛涛冷下脸 你不要太过分 可其实 维杰度使说的只是他手上染到的香粉 但这可不是他的香粉 应该是从什么地方蹭来 突然维杰度使又拉住了他的手 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的粗暴地将他拖走了 而不一会儿 他们便来到了甲骨 他问维杰度使带自己来这做什么 维杰度使则意味深长的轻笑了声 说他不是想查案吗 那不是得先查清楚这香粉什么来历 这可把他吓唤了 指着天上那高高挂起的月亮 问维杰度使 难道是现在查吗 没想到维杰度使还真点了点 对 就是现在 案情紧急 麻烦辛苦一下下 薛涛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暗谷闪了眼 随即又问维杰度使难道不一起 没想到维杰度使这个黑心老板 真就说不一起 还称他毕竟是毛遂自建来查案 自己在这恐打扰 况且现在夜已深 自己得回去睡觉 随着维杰度使的离天 门烹的一声被关上 薛涛真是无语了 这人根本就是不想他查案 然而 维杰度使当然没有他先前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无聊 在维杰度使走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后 一个暗位便突然落到了他跟前 称自己无能 让那细作给逃了 维杰度使撵了棉纸上的香槽 感叹着西川暗处 妖魔鬼怪确实不少啊